那一天五一七 洪國昌還有跟這個萬委員 有一些合作地案的時候 有人講說是必懂 必懂這樣子 沒有沒有 那一天我覺得我要來講一下 其實因為我必須要第一個進去地案 可是那一天就像剛剛健豪講的 我們在那裡大概守了兩天兩夜 那我們真的是大家我們還排班 其實是有規則有秩序的 在那邊守著按照規則走 但是結果大約到了六點四十分左右吧 六點四十六點四十五分 就見民黨幾個男生 然後就突然間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袖子捲起來 然後那種我怎麼感覺 有點那種黑道 那種感覺很可怕 就整個衝過來了 二話不說就直接來推擠 那因為我站在那個門口 準備要第一個去送案 那其實我還特別要再講一次 我手上拿的案子 就是國會改革的案子 完全沒有華東交通的案子 所以我就把它衝進去了 那衝進去以後 結果發現我衝進去的時候 國燈老師在那邊擋著那個 就是擋在門口 不讓其他人進來 結果我一衝進去 我發現沒有看到任何的議事人員 那結果原來議事人員被擋在外面 進不來了 所以我也很著急 那國燈老師大概覺得 應該我們登記完了 差不多了 所以他就把他們放進來 就一放進來以後 就開始很多人衝進來 結果當時本來在我身旁的幾個 我們的女委員 大概一時也緊張 就全部衝到主席臺上去 就留我一個人落單在那個地方 然後眼看著民進黨當時 很多女性委員衝進來 然後我手上因為拿著那個案子 那我怕被他們搶走以後 我沒有辦法完成 最重要的那一天 就是要送案第一案 第一案 最重要的 那黃國昌委員 他手上拿的是第二案 我們必須要一起完成 第一案跟第二案的第案 那麼這個國會改革的案子 才能夠開始 所以呢 因為我猜想了 因為其實並沒有 我當時沒有看到這個照片之前 其實完全沒有這樣子的印象或感覺 因為我們當時 因為他離你很近 你看 而且你拿著面對面 是是是 我解釋一下 其實當時我們大家就是非常的 全心全意在 希望趕快把送案這件事情 要能夠完成 而且甚至於我們有一點點 聲東擊西 因為原來是這個孟凱的手上 他拿著案子 他們可能以為他要遞案 可是沒想到案子在我的手上 因為民進黨會出太多怪招了 所以後來呢 開始有民進黨女生衝進來的時候 我才想黃紅燈委員應該很擔心 他如果來搶的案子 所以呢 他又他應該又不能夠去推 那些女的委員 所以呢才會來護這個案子 所以當天其實我們是一起共同完成的 這個地案跟送案 那但是大家有點被歪了 不過我覺得這當然也不意外了 因為民黨是任何的事情 他都可以去做 對他有利的一些抹黑 或者是這個這個這個想法這樣子 但我覺得我特別要提一件事情 就是剛才我們在有提到說 我們收到很多這個撤意 都會來講說 哎呀我們是把花冬這個條例放進去 然後兩兆的乾坑 那還有人會講說 哎呀如果這個藐視國會罪 這個國會改革過了以後 任何一個你們臺灣的民眾 這個國民黨的委員 想要把你們抓來問就抓來問 想要跟你們調資料就調資料 你們以後變得沒有隱私了 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 他們還有辦法做梗圖 一直傳 我想其實這個藐視國會罪非常清楚 我們其實就是對官員 我們看到現在的官員 我們要質詢他的時候 他永遠反質詢 甚至於還口述會言 那我們如果要跟他調資料 那更不用想了 那沒事質詢他的時間 拖過了就好 他想講什麼講什麼 他愛罵你都行 那無助於我們是 其實我們代表的是民意 我們要來質詢的時候 永遠質詢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然後我們再來看 這麼多的弊案 比如說今天高端 比如說今天快篩 比如說今天有很多很多 我們過去什麼小吃店啊 就可以拿來做幾百萬幾千萬幾億的生意啊等等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再查這些弊案的時候 我們組調查委員會 而這個調查委員會 當然針對這個案子的官員 以及這個案子相關的這些團體或者人 不會無緣無故 這個調查委員會就可以去調民眾隱私的 所以我覺得民黨真的是在這一波當中 為了不想要讓這個國會改革順利通過 什麼謊言都可以編得出來 對嗎 明天這引擎